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奢华浪费的要严肃查处 坚决杜绝什么临场霸演 漫天要价 敷衍演出欺骗观众的现象 这个规范的是文艺兵 就是说军队文艺单位和个人参加地方的这种演出 也要严格审批 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要严格控制 禁止参加有损军队和军人形象的演出活动 这个是拓宽了我们的市场 对吗 因为他们不能参加 对他们不能参加 我们还有点 就更多机会了 对对对对 但什么是奢华 我今天一直在想 什么是奢华 你晚会就是热热闹闹 那总部呢 大家都不敢笑 好像就是拜 也不是像班桑市 奢华是指这种灯啊 对但多少钱算奢华 什么 这是一个很虚 好像没有太一个实际的标准 有的说一个贫困线 搞了一台这个演出 就是两千万 欢迎扶贫基金到我线 结果花了 对但这个当然就可以说是奢华 但我就说 可能对我来说两万块 就是就是很多了 但可能对文涛根来说 两万块算什么 所以这个奢华的 就因现实而异 是吧 对所以这样就好办吧 就是因为 没有一个界定 这样就比较好办 这样才不好办 因为你办到一半 你以为可以去了 结果喊停也是有可能 所以你看你这个台湾朋友 你到我们这儿就 你能学习到很多大陆人的 这个脑子 大陆人的这个脑子啊 真的就是一种 我觉得是很牛的大脑 其实很牛 你知道吗 就是尤其我跟香港人啊 这个包括台湾朋友接触啊 我更觉得 其实我们大陆人的大脑啊 是最平衡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啊 他过度的偏重于理性 就是说得清楚的 对 就依法嘛 什么级别的不能超过200万 什么级别的不能超过50万 对 对不对 那这样就叫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但是你看你在我们我们大陆啊 它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综合 感性 对你要去把握 你感觉 但是你这个感觉呢 还必须吻合上级的感觉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我怎么知道 你要能当他肚子里的蛔虫 你就能被为以重任了 你知道吗 不是蛔虫 心肝 你懂没有 全受几招吧 文浩克 像我们只配当 文浩克心肝 只配当猴蛇 受心肝的指挥 猴蛇挣的钱就很有限 怎么蛔虫啊 这么 你这种形容词 对不起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铺装这个奢华呀 其实呢 我觉得也确实挺有意思 就是我国的这个事情啊 的确啊 是一种什么呢 理性和感性啊 一起去管 其实你看咱们知道 就说像是这个 比如说你像一个美国一个社会 你就会感觉 有些事情大概是宗教团体管的 有些事情是政府管的 对 有些事情甚至是一些 这个这个志愿组织管的 有些事情是慈善基金管的等等 这个是各个方面 在我们这里啊 一元化领导 一元化 就是他的管 我总是说啊 很多网上的人都在嘲笑我们的管理 其实我 我不跟你说吗 每一次中央的政令 我都挺支持 我觉得对 你知道吗 就是他管的方法和程序 我不知道 可是每次我都觉得啊 你比如说 电视节目搞得太恶心了 广电总局真的就发声明了 那么你说好多人骂广电总局 可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这个感觉 比如说好多电视剧 那个撕鬼子 我是觉得很反感了 那么他就发声明了 你知道吗 但是该不该他管啊 这我不懂了 那么你看 另一方面 就是说 这种奢华半晚会 我也觉得 他不知道他顺应不顺应 民心 我在中国各地行走 我真的都感觉啊 中国现在进入一个这么样的恶俗的这个社会啊 就是说 那个那个 恨不得满地贴金粉啊 满地撒金纸啊 所有的活动都这么搞 我倒不是说他花公款 我是说在这个审美上啊 我都到了一种很难忍受的程度了 就是你们怎么这么样的庸俗 你知道相比之下 我就老想起为什么爱台湾 为什么爱这个台北 我听说哈 当年你们因为怕我们导弹打过来 所以台北一直不敢盖这个高楼大厦 或者盖什么很好的建筑 怕我们一招毁于一旦 但是不管怎么说 哎呀 台北的美 你能体会吗 那个你去欧洲 每次去欧洲 我就在想 因为中国是有秦始皇嘛 那欧洲要是罗马当时强盛的话 也就是一个国家 你现在去欧洲啊 你去不同的国家啊 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样子 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样子 我这点感触最深 中国统一了 当然是好处 国家强大中华文明 这个了不起不去讲它 但是一个大问题就是 你到每个省城啊 它都是缩小的北京上海 比较差的山寨的北京上海 还搞得更奢华 就是它没有地方特点啊 真是 你就算每个地方 你盖房子啊什么 全都一样 你看到没有 就模仿模仿 就是都模仿 可是它也就是 你看现在看 你现在看电视台 那些上青的台 你还分得清楚 它是大江南北哪里吗 你就是包括 你看 包括我们主持人 对吧 一上这种地方 豪华的一个晚会 或一个庆典 就个朗诵的 朗诵的 这个是我最不习惯的 你很有体会了 就来 就什么领导号 就不管是越商业的活动 我还是得领导号 可是你一领导话一讲 那个现场就不开心 就不敢开心的 一来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那你就觉得 好像没有办法炒热气氛 还有在台湾 其实越来越流行 领导不要说话 就是领导讲 或者就算领导上来 也就是过个场 他会反而觉得 这是我一个开明的作风 但在内地 那个领导要讲很久 而且领导的这个稿子 是非常仔细 都有稿子要照念的 等到他讲完 我还得重新找上一次气氛 我就觉得 领导辛苦了 所以你知道就说 好像比如说晚会上 这些说的话 老早中国的主持人 你知道吗 一直有一个问题 说这些年 听说还改好了 就是被人骂 叫播音枪 播音枪 朗诵枪 这个话剧枪 可是我现在 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理解 我觉得 不要去嘲笑这个播音枪 甚至我们这些主持人 应该感谢这个播音枪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播音枪 它保护了你的人格 我这个话很深刻 怎么讲 你是不是要去广告 让我们深思一下 他们就讲什么 说人话 不是 往往就讲一下 就说现在说 你应该说人话 可是问题 你给这个主持人的 这些晚会上这个稿子 你知道吗 他说的就是假话 所以幸好世界上 他有一种主持的模式 叫播音枪 所以这个主持人 才没那么丢脸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是说 我自己心里的话 这叫行李如仪嘛 对吧 你的意思是假话 不能好好说 就只能朗诵 我有时候想啊 你比如说你那个播音的 你播的都 完全都是假话 如果让你用自己真实的讲话 你这么讲 你讲不出来的 对 你的人格 你的人格 虽何地啊 因为你是喉舌 你明白吗 大家就是 你当你用这种腔调说话的时候 不负责任 你保护了你的人格的干净 因为你 你等于告诉大家 我就是个喇叭 嘿 就是喇叭啊 这可不是代表我说话 这也不是我说话的腔调都不是 所以你们知道 说假话 我这是 我的一个喉舌工作 实际你觉不觉得 这是保全了人格啊 就打安全牌是吗 就是有时候我拿到的时候 他们我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改一点点字啊 就少一个字 行吗 别了吧 这稿子领导看过了 你就照念好了 一个字都不能改啊 不行 那我只能朗诵了 但如果你说加个然后 所以呢 你知道台湾很爱 呢 啊 所以呢 他就觉得 不行 那个叫台湾枪 还是别了 就是 对 那是 航一炮 对对对 那是国军策反共军的枪调 是吧 共军的弟兄们 但立正枪枪 广告之后见 广州长龙旅游度假区特约之2013之旅游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丽前奏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排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美丽前奏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入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僵 五锦共酒 启动 向前 用速度激励自己 用舒适感谢家人 东风雪铁龙C-C-L 都市动车 一等舒适 Citroen Creative Technology 又婷经常在我们大陆 参加各种合同 没有经常 对我们的文化 走学 你觉得有意思 跟台湾觉得有意思吗 偶尔 就是我就是说 到台湾呢 我们是厂商最大 就是出钱的最大 那大陆现在我觉得 唯一可以跟厂商 就是要吓唬到厂商的 就是领导 就是领导 对就是 所以这稿子是领导最大 所以我到了现在 我不知道该跟谁沟通 就领导如果说 那厂商说B 那谁说了算呢 总应该要听领导 领导不就是厂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说的有时候的领导是 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 他会来看看 有时候或者是某些 因为有时候主持不见得 是完全商业的活动 可能是比较公益性 或者是什么 总会有一些领导会来 他们有时候也会愿意 请领导是表示说 我们这件事情 是政府支持的 这个全民参与 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这是第一 就是说 台湾是不是这样 台湾一个商业活动 会不会请政府领导 很少 基本上他们能避就避 说真的 台湾的政府 政府人员还真没定位 你每天马英九讲吗 我只有被骂的粉 就是他出去都是 没办法抬头领 就好怕明天打天人 忽然抗议 对不对 就是说在台湾 就是他能避开这种事情 对不起 我们说的是 越官样的东西 其实在活动当中 是越不希望被看到的 你知道连那个金马奖 颁奖典礼 下面不就做了文化部长 龙毅台这些 龙毅台讲话 隔天的报纸都会骂他的 你怎么 这一场不是电影人的盛宴 电视人的盛宴 哪准你这个官员 讲话讲那么长了 或者哪准你对我们 指三道四了 你曾经帮助过我们 这都很多舆论会吧 这跟在这边完全不一样 台湾很乱的 台湾很乱的 但这边现在 你在电视上也看到不到 各种各样的晚会 你很少有领导出来说话 对不对 其实我倒觉得 所以你看 我跟蔡元培先生是一致的 我老觉得一个 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 是美欲 不要讲什么政治经济 这个就是说人的一种 我说的这个美欲表现在哪 就任何一种层次上的分寸感 好看难看 这个东西我们太缺乏 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讲 我讲专业与否 比方说我今天 我做过很多这个活动 我觉得中国人搞活动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叫 不尊重观众利益 你比如香港电视管理局 经常会说 电视节目怎么不尊重观众 对吧 有一个什么叫 不尊重观众利益呢 而且其实呢 他费了尽自己的商业目的 也没达到 我老想劝劝他们 就是说我们最近成立强调工作室 其实可以干点这个生意 我老觉得 就是说一些商业活动 他们没有经验 你知道吗 比比方说太多了一个企业 你懂不懂一些基本的 就是你这个信息要到达 对 你卖房子 找一个房地产专家 拿了一堆PPT 讲一个小时 讲一个小时 底下的人都走光了 你知道我每一次主持活动 最后的结果都是台上的人 比台下的人多 你为什么 因为他搞三个小时 你知道 你要是作为主持人 你跟他提意见 我说啊 你们要相信人的生理啊 有一个耐受 我说哪怕是最好看的节目啊 最多一个半小时 他们就走了 对吧 他不听 他就非要 他觉得你是想不干活吧 那好 行 你来 他能干吗 能三十个人 个个都要讲话 你看 这是一种什么思维 我认为这个厂家啊 这个你哪怕是商业活动啊 你这个目的没达到 我特别替他可惜 你的钱也花了 但是你的信息啊 观众吸收不了 你说 他心里想什么 我都猜得到了 他想什么呢 给你斗文涛这些钱 就要你干三个小时的 你想偷懒 对不对 不是 不光是我呀 很多个嘉宾啊 很多个领导都来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弄这么长呢 你讲不尊重观众啊 我最近看了一次 那个中国梦之声决赛 东方卫视的 我只看了这最后一场 里边有一个女的叫 央吉马 唱得真好 可能活生生不让他得冠军 就是观众 选票也是他最高 最后就四个评委 最后我 我看完了以后 我查网上啊 跟我的意见多得一塌糊涂 那个新浪的标题 就要讲那个得冠的人 叫破身夺冠 就他自己都唱破了 还给他得冠 那还能夺冠 还能夺冠 破身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因素 他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那四个评委 决定 而那四个评委里边 那黄晓明他不会唱歌的 他是拿收视率的 你叫他瓶子瓶不出来 Coco 他也 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明什么 他们不以观 就是你刚才讲 不以观众为 不以观众的力 太不尊重观众 你只是他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趟生意炒作 这四个人都不投给 就不专业啊 很可惜啊 人家唱得这么好 你不看他 而要维持一个 他们将来认为 可以出唱片的 这么这个一个人 这还跟领导真没关系 但是是奢华 做得这么大 就是说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真的就跟专业啊 有点关系 就因为咱们国家 是个前现代的国家 就是说 丰方面面啊 这个水平啊 发展不平衡 有的很高 有的呢 就连及格都没有 所以经常会造成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节目啊 或者这个活动啊 这种乱象 我经常会 你有时候 我经常会感觉到 就怎么 哎呀 就到最后 就是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信 他就是不能照着 他没有前面 有参照物的方向走 不不不 他们有参照物 他们就是被 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了 再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另外一个很火的 可以跟博安香 比较的 这个大家看的节目 叫中国好声音吧 嗯 他那个评委就专业 他有汪峰啊 原来有刘官啊 那你有一个懂唱歌的人 在里面 那就是不一样啊 你另外那个节目啊 他就是搞花样 对 所以第一个节目 或许是带头 但是我就是说 后面所有的 不管任何晚会也是 我就只会往 照着第一个节目的方向走 我不敢有我自己的风格 我不敢有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担心出错 或是我担心 这个 没有一个 当然如果 如果真的出错 领导观对 他不敢谈在认 没有 前面没有个说 谁谁谁也这么做 就变成说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他就不允许你 超出他的软位 另外一个 这种大众娱乐节目 就交给大众 就这你别去负责 别去操控 你就让你 你指定了几百个人投票 指定了上千人投票 他们投出来就是怎么样 你不要弄出来 他们投出来的多 你们再去扶另外一个 那不就有争议吗 这个因为我没看啊 但是我估计呢 按照这个上级的指示 现在这些都算奢华节目 是吧 都很奢华 就排场太大了 对 我跟你说 他投入非常大 但他收入也 你不理解什么叫奢华吗 但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你 就全中国啊 最简朴的节目 是 就是 强强三任性 没事 就跟我们 我们当华 原来你做这个的话 你是为了要 简朴 你是为了要夸自己 没事 我们是最紧跟中央的 我们一直简朴过来 从来没奢华过 强强三任性 广告 之后见 这三把 欢迎 所以我老觉得 就是说好像好多人 不明白一个道理 比如说包括你领导讲话也是这样 你比如咱们这个搞传播的 我们就很关心的是 重要的不是我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他们有没有听到 或者说今天的这台节目 他们快乐不快乐 对吧 然后在一个合理的时间 我们能不能达到我们最大的效果 你即便有什么政治宣传的目的 过去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是搞得就赢 赢国民党就赢在这 早年是非常厉害的 那真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段 把枯燥的这种政治理念 变成这种具体可感的 大家特别能够被你吸收的形式 反正说我们很懂这一套 但是现在弄的 不光是这个政治宣传上有八股 经济宣传上也是八股 对吧 这种商业宣传 由于一个套 也是这种八股 我老觉得就是说 他不能得到真正的效果 你知道吗 就正如一个人去演讲 你应该关心观众是不是开心 在他们恰到好处的时候 完了 这样他脑子里不是对你这个品牌 永远有一个好的印象吗 你弄一个晚会 弄四五个小时 最后都这样了 都还没完没了呢 那你说 现在领导讲话要讲长了 主要不是为了传达什么 主要是你显示权利 你在这个地方 你把他的话开掉了 说明他的权利 但是社会影响已经不是很大的 最近社会影响大的 就是导师的讲话 各个这种选秀的节目啊 都会做了三个四个 你也去做过嘛 那几个人是讲话影响非常大 因为一个现象出来 一个歌唱出来 几万个人就在听你的几句点评 每次都还得说好话 说的怎么样变个花样 言不由衷 搞出一套新的八股 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 对人心啊 一个选秀节目是好 台湾也有选秀节目 但如果你的频道里面 都是选秀节目 那就变成说 我们连娱乐的节目 我都要听一个权威的人讲话 我都还要塑造权威 我没有办法放松 你知道吗 我连在娱乐节目 我都要被说叫 而且他有一种恶性的循环 就是偶然有人批评的人 就站不住 就是比着说好话 开始你看有些节目 还有些人 比方说 这个国外都有 就是专门 某个人的角色 我专门是来 说这个的 对 现在大家都为了钱 你比的对象 他还无所谓 你晚了你跳水 或者你操了什么样 每一个上来都感动得不得了 你知道像英国的那个谁 叫什么名字 他叫毒蛇评委 因为你在中国你要知道 这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你要是他说实话骂人 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就骂你 说你不厚道 你什么什么 再一个可能上级也不允许 反正你看中国人到最后就变成 夸就好像宁左勿右一样 夸总没错吧 然后去参选的都把自己编成 一个弱势群体的故事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